哈囉,我是各位觀眾朋友,歡迎收看 NiceCore 好的閒 拍影片的時候,到底要怎麼收音才好呢? 用相機內建的麥克風就好了嗎? 還是要用這種架在相機上面的麥克風咧? 或者是這種Podcast用的麥克風好像也不錯吼? 還是要用這種小蜜蜂,別在身上呢? 到底哪一種方法比較適合你呢? 今天我就全部試給你看,你就會知道了! 這部影片是由鄭成集團贊助播出,不管你是要拍影片、錄音還是做Podcast, 需要的所有東西,包含相機、鏡頭、燈光、腳架、空拍機、穩定器、麥克風、耳機、喇叭、回音器、錄音器 全部的東西都可以在CSE Mart 正成購物網一次買足 在8月10號之前,如果你在正成購物網結帳的時候使用折價券 NiceLemon N 跟 L 要大寫 就可以得到Podcast專區裡面所有商品九二者的優惠喔! 我覺得這個優惠真的超大的,還不趕快給它買爆! 很多YouTuber都有很好的內容,但是如果影片講話的聲音聽不清楚的話 真的會讓人比較難看得下去 至於說影片收音的問題呢,我覺得是比較常在剛剛起步的頻道看到 但是其實也還是有很多大YouTuber的收音也不是算是太好 像是志祺七七之前的影片的收音就不算是太好 首先是他拍片的攝影棚真的是很難收音啦 他空間很小,牆壁反射又很大,在裡面講話根本就像是浴室的感覺 加上志祺他又不想讓麥克風入鏡嘛,所以就真的是超難處理的 我自己有去他那邊幫他看過兩次,也有給他一些建議 已經跟他講了一些聲音後製軟體的技術等等 那他後來就下重本,整個房間給他裝吸音 然後換了更好的麥克風跟錄音器 還買了三萬多塊的聲音後製軟體,那現在的聲音真的變得好多了 我要感謝志祺願意拿他的影片來讓我當作收音的對比 我們來聽聽看他的改造前跟改造後的聲音差別 hiho大家好,我是志祺,今天就讓圖文不符用七分鐘的時間 和大家一起從台鐵紅背心之亂,來繼續聊聊台鐵的問題嗎? 光是在台灣常見的炸雞,就有美式、台式、日式和韓式 但它們之間到底是哪裡不一樣呢? 你知道你最喜歡吃的是哪一種炸雞嗎? 今天就讓我們一起來聊聊炸雞吧! 我們要怎麼樣收音囉! 第一個收音方法就是使用相機內建的麥克風 那如果你是認真要做影片的話呢 拜託千萬不要這樣收音 因為大部分相機內建麥克風聽起來都跟XX一樣 唯一一個內建麥克風表現還可以的情況呢 大概就是只有在你自己就是攝影師的時候 因為距離很近嘛,所以聽起來勉強還可以啦 所以相機內建麥克風的優點就是便宜跟方便 那缺點就是聲音真的很爛,那稍微有一點點距離的話音色就很差了 第二個收音方法就是拿一支iPhone放在口袋或是放在附近的桌子上 或者你就拿著也可以 重點就是你放的位置要盡量離人近一點,這樣收起來聲音才會清楚 其實iPhone的內建麥克風品質是蠻好的,尤其是比較新的iPhone的話 不過我自己是沒有新的iPhone啦,所以我用這支很舊的iPhone SE 所以用iPhone收音的優點就是聲音其實出乎意料的好耶 那缺點的話就是不一定找得到方便的地方放嘛 那加上一般手機裡面的麥克風也都是全指向的 也就是說它會收到來自於四面八方的聲音 所以如果你周圍很吵或是房間回音很大的話可能就效果不是很好 另外一個很受歡迎的解決方案就是在相機上面裝一個麥克風 像是這個Rode VideoMicro 通常這種麥克風的指向性都比較窄 意思就是說它會很集中的收到正前方的聲音 而旁邊的聲音會比較弱 那多少可以解決一點點周圍雜音的問題 那如果你是拍Vlog類型的影片會常常需要移動 而且不確定就是會拍到什麼 根本就沒有辦法預先架好麥克風的話 這種相機上面的麥克風應該就是唯一的解決方案了 那檸檬卷頻道的所有的Vlog也都是使用這支麥克風來拍的 那這樣子錄的話其實我應該要做更近才會更好 我現在做離相機大概有一公尺遠 所以是有一些些距離的 那你可以聽聽看這樣子錄起來效果如何 所以相機上面裝麥克風的優點就是非常方便 那如果你永遠都在上面永遠不拆下來的話 它就像是內建麥克風一樣嘛 所以很方便 那它非常適合拍Vlog 以及任何那種你沒有辦法預先準備收音的影片 那缺點的話就是你必須把相機對準你想要收音的東西 那如果你收音的對象啊 離攝影機太遠或是聲音太小的話 就會變成很難收音了 想要相機上面裝麥克風 但是想要音質更好的話 你可以在相機上面先架一個錄音器 然後再加一個槍形麥克風 我現在使用的是Zoom的SGH-6麥克風加上Zoom的F1錄音器 兩個東西都直接加在攝影機上面 像是SGH-6這種麥克風就是所謂的Shotgun Mic 它的收音範圍比剛才的Video Micro還要更窄 也就是說它抗拒兩側的雜音能力更強 但是同時也要更對準你的收音對象才可以 那我們在上面多架一個錄音器 而不直接接到相機上面的原因是 錄音器上面的麥克風擴大器通常品質比較好 而且你也可以錄成音質比較好的檔案格式 那當然聲音部分的話就是直接錄到錄音器的SD card裡面 那後來在電腦上面把影像跟聲音合起來就可以了 所以這個相機上面裝麥克風再加上錄音器的優點就是 還算是蠻方便 但是聲音有比麥克風直接進相機還要更好一點點 缺點就是比較大比較重 然後距離稍遠的拍攝對象收音還是不太好 再來就是你需要在電腦上面同步影片跟聲音兩個檔案 不過這點我覺得不算是很大的缺點就是 如果你覺得剛才那個方式聲音還不錯 但是你真的不想要同步兩個檔案的話 你就再拿一條3.5mm的訊號線 把聲音從錄音器再接到相機就可以了 那這樣的相機就可以接收到透過錄音器放大的麥克風的聲音 這個方法的優缺點跟前面其實一樣 就是差別只是多接一條線而已 它就可以讓你的錄音器錄到的聲音 直接寫到相機影片的檔案裡面 那當然相機本身的聲音訊號的線路 可能會沒有像是錄音器那麼好 所以訊號的噪音可能也會稍微大一點點 但是你也有可能不會注意到就是了 剛才這個槍型麥克風再加上錄音器的設定 也可以不要架在相機上面 你可以拿另外一個麥克風架就把它架在上面 然後正好把它放在畫面的外面一點點 像是這裡... 這裡... 這樣才是我覺得槍型麥克風的最佳使用方法 因為距離很近嘛 所以聲音更清楚 房間的回音跟雜音的音響會變得更小 缺點的話就是你需要另外再用一個麥克風架 當然也需要多花一點點時間去喬位置啊什麼的 那如果你要移動上也會變得比較麻煩就是了 剛才前面那些方法都是你不想要麥克風入鏡的情況 但如果你覺得麥克風入鏡根本就沒關係的話 你就讓麥克風入鏡吧 那一定是音質更好的方式 你直接把一個動圈麥克風放在你的嘴巴旁邊 就是最簡單的收音方式 那我在這邊用的麥克風是Rode PodMic 它是用來做廣播Podcast用的啦 但是如果你要拿來拍影片其實也沒有什麼問題 那這支麥克風的接頭是XLR的 就是這種三孔的圓圓的接頭 那你可以把它接到電腦的錄音介面上面 或者是接到支援XLR的獨立的錄音器 例如說像是Zoom的H5、H6 或是我這邊用的H8都可以 這個方法最大的優點當然就是音質非常好啦 那對大部分人來說 這個就是全部收音法當中音質最好的 沒有之一 因為動圈麥克風本本來就是比較不靈敏 不會錄到太多空間的聲音 然後我們又放得非常非常近 所以就算你的房間的回音跟噪音很多 造成的影響都非常非常小 缺點的話就是因為動圈麥克風就要放得非常近 大概就是5到10公分的距離 所以它一定得要入鏡 那這個方法也會需要你另外再用一個麥克風架 那你相機的影片跟聲音會變成兩個不同的檔案 那需要在後來在剪輯軟體面去同步 直接入鏡的除了可以使用剛才的動圈麥克風之外 也可以使用電容式的麥克風 那我現在用的這支同樣也是Rode出品的MT-1A電容麥克風 直接讓它入鏡去收音 聲音基本上也是很好的 那用電容麥克風最大的優點就是它非常的靈敏 連你的房間空氣流動的聲音或是距離稍微比較遠的 很細微的聲音它都可以收得到 那它最大的缺點同樣也是它非常的靈敏 連很細微的聲音都可以收得到 我會建議如果你是要唱歌或是有收樂器聲音的需求的話 你就可以考慮看看用電容麥克風 因為它會收到比較多空間聲,聲音會聽起來比較自然 那如果只是收一般講話的聲音 對大部分人來說,大部分的房間來說 我還是比較推薦用剛才說的動圈麥克風 如果你覺得麥克風入鏡是可以入鏡 只是你不想要那麼大根的話 那你就使用這種領夾式的麥克風吧 那我在這邊用的是Rode Lavalier Go 的領夾麥克風 直接就拉一條線到Zoom F1的錄音器 然後我就把錄音器可能例如說就放在我的口袋裡面 那如果是我要拍對鏡頭講話像這樣子的影片的話 這個是我目前最喜歡的收音方式 這個方式的優點就是音質也蠻好的 可能只是比前面兩個大支麥克風直接入鏡的差一點點而已 但是增加的好處是它非常方便而且非常輕巧 你不需要另外再一個麥克風架 而且麥克風跟錄音器都在我身上嘛 所以我可以就是任意移動,不需要擔心跟攝影機的距離 那就算是背對攝影機,你看我背對攝影機 它一樣可以收音收得很清楚,完全沒有這種問題 缺點的話我覺得這個方法其實沒有什麼很大的缺點 除了你也是說要同步相機影片跟錄音器的聲音檔案之外 再來可能就是這個錄音器要換電池吧,所以比較麻煩一點點 那如果你覺得事後去同步影片檔跟聲音檔很麻煩的話 那你可以使用無線麥克風的發射器 我現在是用跟剛才一樣的領夾麥克風 但是接到這個Rode Wireless Go 2 代的無線發射器 那我相機那邊還要再放一個相對應的無線接受器 然後再把無線接受器用訊號線接到相機這樣子 那這樣子做的優點是跟前面差不多啦,就是音質很不錯,而且很方便也很輕巧 那這個無線發射器多出來的優點就是聲音就會直接進到相機裡 那就不需要同步兩個檔案了 至於說缺點的話就是無線傳輸還是有可能受干擾啦 那如果發射器跟接受器距離太遠的話可能會斷訊 再來就是我個人使用無線麥克風就會心裡有一種不踏實感 一直會怕聲音是不是沒有錄到之類的 但是有個好消息是這個Rode Wireless Go 2 代的發射器是有內建備份功能的 就是它只要連到接收器之後就會自動開始備份 也就是說在我拍攝的過程中這個無線訊號如果斷訊或是受干擾的話 至少這個接收器這邊還是會留存一份備份 那你就把這個接收器連到電腦把檔案拿出來就可以了 所以如果你是用Rode這台無線發射器的話 其實就不用太擔心斷訊的問題了啦 那其實剛才我用的這個無線發射器 其實它上面自己本身就有內建一個麥克風了 也就是說我其實根本就不用再接一個領夾麥克風 我就直接把這個發射器直接當領夾麥克風就可以了 那這個收音方法其實很受歡迎欸 你應該有看過很多其他的YouTuber用這個東西收音吧 那這個的優點當然就是更方便 這個也許沒有獨立的領夾麥克風音質那麼好 但是其實也不會差太遠 那缺點就是這個發射器稍微有一點點大稍微有一點點重 那有些女生衣服材質比較軟的啊 可能別上去那個領口會垂下來就是 再來就是便宜的獨立錄音器的內建麥克風 我覺得便宜的獨立錄音器當中啊 最具代表性的型號就是這台Zoom H1N了 它就是一個這樣子小小的東西 然後你可以把它架在相機腳架或是麥克風架上面 或者就放在旁邊的桌上也可以 那它只要兩顆4號電池跟MicroSD卡放進去 然後按錄音鍵就可以用了 超級簡單 H1N 的優點是非常便宜 那以它的價格來說呢 音質算是非常好了 而且它有內建兩支電容麥克風 可以錄出音場非常寬的立體聲 那如果你是要錄音樂或是周遭環境聲的話呢 我覺得它非常適合 然後剛才說它是直接用4號電池嘛 所以你不需要等它充電 再來就是它非常非常容易使用 它完全沒有什麼好設定的 那要說到什麼缺點的話呢 就是H1N 的麥克風啊 對震動非常的靈敏 所以如果你拍攝當中呢 那個錄音器會移動來移動去的話 我覺得就不是很適合用啦 那再來就是它的收音音樂非常寬 所以如果你的周遭環境很吵啊 或者是房間回音很大的話呢 我覺得也不太適合用 那再來就是H1N 如果距離我家的Wi-Fi 機太近的話呢 會有點受干擾 所以錄音的時候一定要記得 監聽確定你的錄音沒有受到干擾喔 今天要示範的最後一個選項呢 就是高級錄音器內附的麥克風 那這個是Zoom 的 H8 那你可以看到上面這支麥克風啊 是比H1N 的更大支 看起來更高級的感覺 使用這個的優點是 Zoom 的 H8 有音質非常好的麥克風 跟麥克風前級擴大器 那它也是跟剛才的 H1N 一樣是電容式的麥克風 收音範圍會很寬 然後會錄到很細微的周遭的聲音 所以它非常適合音樂或者是環境收音來使用 當然我現在用的是它內附的麥克風 但是如果你是要外接我剛才前面說過的各種麥克風 就是純粹只把它當作錄音器使用的話 當然是可以的 那用Zoom H8 的缺點呢 就是它的單價其實蠻高的 一般人簡單拍個影片的話 可能其實不需要用到這個等級的設備 當然它也是有點重跟有點大 而且需要四顆三號電池 我們今天一口氣示範了13種不同的收音方法 到底哪一種是最好的咧 答案當然是沒有最好的那種啦 那影片要怎麼收音呢 要取決於你的拍攝對象、拍攝方法或環境 當然還有你的預算、時間跟空間的問題 但是你看完今天這部影片 應該就可以對每種收音方法的優缺點有基本的了解 應該就可以很容易判斷說 自己到底適合哪種方法 然後需要買哪些設備了吧 那在這部影片裡面 我提到的幾乎所有的設備 都可以在今天的贊助廠商的網站CSE Mart 正成購物網一次買足 記得結帳的時候要使用折價券 NICE LEMON 記得N跟L要大寫 那你就可以得到Podcast專區裡面 全部商品九二折的優惠 大家趕快去用力給它買爆 讓乾爹見識一下好而弦觀眾的財力吧 最後我要感謝贊助這部影片的好而弦會員們 一生賢命音樂工作室 Hanandu Cross Dive 手外科音醫師 SLS Music 還有iPIVO艾比科技 謝謝你們的贊助讓好而弦可以多活幾天喔 如果你覺得這個影片對你有幫助 其實可能會更保險的加強大包裝 或是趕成到Gumroll 又比YouTube更便宜的價格加入頻道會員 或者你也可以在Odyssey上面 用LBC區你貨幣支持好而弦 那所有人都可以去享受 免費而且沒有廣告的音樂課喔 那今天就這樣 輸入關了 謝謝收看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